也千万不要成为心灵的奴隶 我们要引导我们这一颗心 当然心有贪嗔痴的烦恼心 内心里面有清净的菩提心 但是不能一心两用 当你生起真正利他的菩提心 贪嗔痴的心就不容易起来 当你生起贪嗔痴的时候 这个悲心智慧就起不来 所以所谓的禅宗 参化头 乃是一心念佛 就是要透过你的内心 当你转念去利益众生的时候 一念佛陀的功德的时候 内心就清净 所以一念佛号消灭百千万亿劫 生死轮回重罪 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 能够去思维这些佛法的道理 佛陀说什么 那你内心就很容易转念 所以能够思维法义 乃至一句句诵 都有无量功德 叫恒河沙功德 所以经典里面有这么多好的祭诵 各位呢 多读诵 那是哪一句话最相应 相应不是针对你自己 你儿子有什么心态 这句话对他很相应 你先生有什么样的心态 这一句话 既诵可以去对峙他 让他生起悲心而消除称慧 所以为了更多的众生 那我们要如何去了解更多 学佛就像要赚一千万美金一样 哇 太快乐了 我要去赚一千万美金 所以动机很强 那这个动机是一种菩提心 为了众生 为了解脱 但是世间的快乐 就赢不起你的动机了 就像我们出家人 世间人还没出家 谈恋爱赚钱 会有动力很强 但是出家人对这个就没兴趣了 像各位在供养生钱 虽然是红包 我们看得很随喜功德 生钱可以安心办到 在家居士可以修大福报 太好了 但是如果去赚钱谈钱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各位要知道 什么是我们要抓住的 什么是我们要放下的 所以世间的这些执着要放下 但是菩提心 慈悲心的智慧 要升起来 所以诸法极要 以前我们念过了 所以所有佛法的要点 叫诸法 诸法极要 因为我们谈慈悲 所以这一品叫 悲悯有情品 那各位要多读诵 因为这样我们的悲心 才会起来 我们的称慧心 才会消除 而且把贪 可以转成对众生的慈悲 所以多读这种慈悲的法语 让了自己的心朝向慈悲 就像各位刚刚放生 你过去看了几只鸡 内心有烦恼吗 没有 鸡好可怜 我们能够救它 好欢喜 这些鸡很有福报 这个就是善根 因为你看到鸡的时候 不是说鸡脚好脚 你没有那个坏的想法 所以看到那些鱼 看到那些海鲜 各位刚刚就投烟供 吻啊吻 我欢喜哦 哇 上供下施 上供知佛 六道友情 祖先超度 众生离苦 吻啊吻 很有意义啊 所以今天整天 大家都很快乐 玉佛 绕佛塔 点灯 供水 忙得供生 对不对 今天那个中午好不好吃 忙得吃 吃 慈悲的摘死 这里面没有好不好吃吧 反正就是一个吃树 对不对 一个慈悲 想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像各位要来参加法会 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 感谢提供 今天天气很好 凉凉凉凉凉凉 再过几天又要下雨了 前几天又下雨了 但是我们要办法会 提供说暂停 太阳不能太大 风要有点强 所以 为什么 你的心好 世界会不会跟你配合 一定了 心清静 则法界清静 对不对 今天你心慈悲清静 则众生清静 我们心清静慈悲 那些往生者就超度了 所以超度冤心在主 不是我帮你写排位 而是你的清静心 大悲心 排位只是一个 一个实践 慈悲跟忏悔的一个方法之一 难道没写排位不能超度吗 不是那个意思 排位是我们华人的习惯 并不是 一定要这样 而是说 你有一颗惨愧的心 清静的心 对冤心在主 有一个忏悔心 而愿意为他广修功德 希望他成佛 不是把他赶走 哎呀你跟我在一起 你痛苦 我对你不好意思 我功德不够 如果我是佛陀 你来跟我好了 所以你才会离苦 所以我现在 我跟你忏悔 修功德 我引导你 离苦得乐 所以我每次问 问人家说 那个超度了没有 我都不敢 我都问说 他离苦自在没有 我绝对不敢问说 他离开了没有 我不敢问这个话 一点点排斥他的心态 都不敢有 不敢有 有时候我会问他 去极乐世界 我这样问 他是不是跟我爸爸妈妈一样 去极乐世界 让对方感受到说 我对他 把他相待成 我的爸爸妈妈一样 希望他跟我的 最爱的父母一样 能够去快乐的地方 对方这个感受 这么重要 所以我就对他很慈悲 他只是像我们抱个婴儿 婴儿你抱在手上 会有一点酸的 但是你心里很温暖的 很温暖的 你要这样来 来表示对他的爱 关怀慈悲 所以各位你要 你拿起冤亲在主的牌位 你要讲两句 善言柔软 好听的话 好不好啊 你们说 你太久都没超多 奇怪 老老菩萨都这样 每次问他 都没超多 我们这些很久啊 你马上合掌 哎哟 不好意思 我很怕哦 老婆不好意思哦 你这样说 心肝 怕哦 你怎么就跳起来 哎呀 我对不起你啊 我对不起你 我都没了解你这样 坦苦哦 不好意思 所以 我现在要好好地 守姓 我很坚定哦 我给你参会哦 我带你丁顶啊 带你祀佛啊 带你九千亿杯啊 你没有对他这个惭愧心 然后你只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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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久 你都不走 那你这个心态 他就不能接受你的忏悔 那你这个心态 没有很圆满 他也接受不了你的功德 他不想要接受你的功德 对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自己的这种惭愧心 跟对他真正的关爱心 这个是抽度最好的方法 那最好的方法 当然如果我们不会讲这么好听的话 那就给他念经典嘛 对不对 经典是佛的大悲的语言 圆满的语言 所以我们给他念心经啊 念往生咒啊 为他施食啊 所以 但是你要记住说 是因为我要表达一种报恩啊 惭愧啊 慈悲啊 所以我做的没有那么圆满 所以我来念这个经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永永远远要记住 特别乞丐不好的人 什么叫乞丐不好呢 就是傲慢 讲话苛刻傲慢 你很容易乞丐不好 腰不好的人 就是因为喜欢做压力又大 喜欢做承受这个压力 又要稍稍念 所以那你就会去反弹到自己 所以你要甘愿的去承受 不要有压力 痛就不见了 不然你就边做边念 很痛苦 很多做女人的 然后呢 又要爱又要念 你看 他又放不下 所以呢 自己情绪不稳定 所以就造成身心不稳定 好 所以回过头来 正确的心念 讲出最好的佛的话 用佛的心 念出佛的语言 能够展现出佛的行为 那叫念经 所以至少在念的那一刻 你要很认真 比如说你在念心经 要无所求的 安住在空性 愿得安尿多罗三秒三不提 愿所有众生离苦 所以这样来为他们念心经 所以我认为佛法是在用 以一个圆满的心态 表现我们的语言 态度 行为 对待众生的方法 就像刚刚看到鸡啊 我看到几位一样合掌 我也合掌 对不起 过去啊 不小心一直杀你 吃你 把你当作一个 一个好吃的食物 看到它就很亏欠 很亏欠 所以以这个亏欠心 我们能够救几只 就救几只 希望它吃得好 喝得好 所以我特别请 他们仁波切要回去了 仁波切慈悲啊 慈悲 我带你们啊 我们一起去跟 为他们念念 结个缘 所以 任何生命都一样 那我认为我这个动机 至少对往生的机 一定很快乐 对不对 后来绕完了以后 哦 仁波切来来来来 我再带你去绕 绕上来 绕绕往生坛 再好好给他介绍一下 我们汉传天天摆坛城 这个就是我们的坛城 藏传的坛城是 是本尊 哇 好庄严 我们汉人的坛城是 三恶道 用这么漂亮的 好吃的食物 摆一个庄严的食物 干入坛城 要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快乐 仁波切就在笑 我说这个可能汉传跟藏传 可能差在这个地方吧 我们一切都是为苦难的众生 因为苦难的众生 对我们来讲就是未来佛 所以这个汉传佛教的福报 大一点 当然仁波切也给我解释 他说我们藏人没有这么多好吃的了 所以没办法了 所以 当然 无论如何 所以我们有福报 这么多好吃的 所以 又可以利益众生 来 大家一起念 一 所以我们修行 故意的 要让自己 生与益 就像所包含摘 也常与善法相应 这样呢 来让三恶道 脱离他们的痛苦 三恶道就是身口意不圆满 所以 出生道是意不圆满 身也不圆满 鬼道 那身口更不圆满 那二鬼道 永远在地狱在受苦 但是我们自己 如果能够生与善相应 乃至以佛相应 那我们用我们的功德 我们的光 就像我们点一盏灯 用我们的意 把这个灯显现成为一个 极乐世界的光 愿他们看到 所有十方的净土 引之 令出离 所以行菩萨道 各位要知道 原来我们的身体 可以展现这个力量 所以身体要持戒 你的身体如果戒力守得好 你的语言念佛诵经持重 你的心安住在悲心菩提心 那你当下就可以转化众生 所以依子 什么叫依子 就是住的意思 要安住在悲心 住在示范住 所以就像早上人不会切讲 归佛归法归身 要依此三宝 特别要依子在法宝 所以要了解四身体 要了解十二因缘法 千万不要依子在无名 依子在苦的因 无名贪爱 要依子在倒涕 生死的修道 才会达到灭地 所以 这样才可以脱离痛苦 所以依子就是说 一般人是依子在贪嗔痴 我的脾气 我的个性 但是菩萨 依子在悲心 不执着 叫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只依子在悲心 不能因为金钱 因为脾气 因为一些厉害关系 伤害了悲心 所以如果依子在悲心的人 能去极灭乐 很快你就会进入平静 涅槃的快乐 敏念诸众生 所以依子悲心的人 怜悲 想的所有轮回众生的苦 所以众生的本体都是空性 但是所有的众生都在无名的状态 所以各位要想 对方越无名 你要越爱他 越关心他 如母爱极子 妈妈不会舍弃儿子的 所以众生再怎么样的痛苦 伤害你 你还是明念他 与有苦众生寻求而救护 所以这些三有轮回苦众生 我们要主动的 去找出他 来救护他 鬼去上蒙诱 得身于天去 所以我们做个 那么少话大家都说 念一下 恶鬼升天 撒个甘露水 恶鬼升天 那个奥马尼伯明昏 那个阿弥陀佛 除了升天 还愿他能够往生净土 鬼去上蒙诱 所以恶鬼到都得到利益 何况其他众生 得身于天去 所以佛陀叫我们 用悲心去做一切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要超度 云心在主 就一直的就是一个悲心 对他的惭愧心 报恩心 悲心 所以而为他发起了一个菩提心 所以把悲心变成责任 就变成一种菩提心 然后不离开菩提心了 来为他 所以我想各位 菩提心不是我在念佛才叫菩提心 你要念成你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不离开慈悲心 所以不离开菩提心 所以汉传佛教也要我们上个厕所 洗个手 穿个衣服 都在当愿众生 所以各位早上如果从台北来 你从台中来 你从新竹市区来 那你的车子在走的时候 坐在车上的时候 你要这样一年 当愿所有开车平安 车子两旁的 道路两旁的 房子住在平平安安 我们从台北来还看到一些魂牧 所以愿这些魂牧 都能够得到法会功德 如果有方便的话 撒一点钢露水 撒几颗米 就像我们今天 在救护那些生命 在积一只三百元 所以来 当愿所有积鸭儿 鸟类众生 同享功德 所以我想 人类的聪明 但是却忘了众生的痛苦 所以各位 要经常依止悲心 内心就没烦恼 能去即灭乐 但是进一步 敏念诸众生 如何让他们离苦 第三 若具足悲心 爱念诸寒誓 世民大丈夫 人天显恭敬 大家要不要做 大丈夫 所以菩萨教大事 有一部论 各位一定要看 大丈夫论 专门在写 如何做菩萨的 所以各位呢 若具足 对所有众生 万事万法的悲心 爱念诸寒誓 寒誓就是 有情众生 你有意思的 就会轮回痛苦 我们要转世为治 所以爱念 所有有情众生 这个人呢 世民大丈夫 世间的人 天神 永远尊敬 供养你 所以各位 你千万不要 怕没钱 怕没福报 不要每天 这边设计 钱 讲那个讲那个 不分在家出家 如果你具足 悲心 都在帮助 所有众生 那天人 世间人 都会想要 亲近你 供养你 你才是真正的 菩萨 大丈夫 大士 所以各位要发怨 怨自己 无论如何 被打成肉酱 都不升起 称惠心 不称起 排斥的心态 好不好 要这样发怨 你千万不要说 我现在很好了 你不要惹我就可以了 所以 菩萨不能 如此 哪怕自己 剁成肉酱了 抽我们的筋骨 慢慢抽 你就慢慢叫 慢慢喊 慢慢死 都还不想恨对方 我发觉 有一些人 不高兴 他就脸就刷下来 然后就走了 我手机就把你切掉 不跟你联络 这个都是一种 称心的表现 那你就没有资格 做菩萨 如果你受到菩萨戒 那你就破菩萨戒了 菩萨最大的仲介 就是称恨重心 称恨别人 排斥别人 千万不行 所以这个具足 就像大地装载一切一样 就像虚空容受一切一样 包括 对你身上的冤心在主 你也要具足悲心 哎呀 是我对不起你 你在受苦 我居然不知道 哦 这个怨气很重的 哦 杀业再左右 让你心脏跳 让你可能要开刀了 我老实讲一句话 今天你要超度一个冤析 如果你的动机是 因为我很痛 所以我来帮你练经 血牌 我也做功德 这样没有用 因为你还是自私的 对方感受不了你的悲心 这个时候你是因为 因为你很痛 所以我所做一切的 希望你离苦 根本就忘了我在痛苦 这个才叫悲心 你有听到吗 请分析清楚 请分析清楚 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 是因为我 那这个最多是解脱道 它不是因为众生 不但如此 你要把你的苦 转为众生的苦 所以哎呀 做女人好苦 因为你做女人 所以你每天念肚母啊 愿所有的女人 现世安乐 家庭快乐 身体健康 或来世呢 往生净土 乃至女转男生 因为你身为女人 所以你同情所有女人 不是为你自己 你为的是所有的众生 所以各位要这样转念来修行 所以 云青在主 想到他的苦 为他 根本忘了自己的苦 如果是为了你自己去念经 去念几遍 然后我希望自己好念 还是这个念头 我为他念三遍七遍 是怕他没离苦 而不是怕你自己没离苦 这一点请各位记住 不然的话 我发现很多人 把宗教当作一种交换 所以具足悲心 为什么要悲心 念一下 知恩 念恩 报恩 起辞心 因为众生是对我们有恩的父母 所以我们念的众生的恩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报恩 我要让众生快乐圆满 所以那个时候 你才容易具足悲心 所以无论如何 对方跟你讲什么 这个云青在主 都做过你父母 你对不起他 所以你才能够具足悲心 那这样 你才会看得起自己 我是一个大丈夫 我敢牺牲敢死 我要承担众生的苦 那你才叫大丈夫 所以那这样 天人玄恭敬 你要做到这样 第四 若人有悲心 则能持境界 如月照世间 光明常清静 能令主众生 离仇不忧欺 事故于悲心 必尽常清静 所以我们清静善知识 亲信佛陀 是为了亲近我们的悲心 找到自信 所以这里面说 如果一个人 真实有悲悯心 他一定会守戒律 清静的 因为戒律是保护他的悲心 不要伤害众生 如何帮助众生 所以一个实戒的 有悲心的人 如月照世间 永远光明 永远清静 光明常清静 像十五的月亮 所以晚上十五的月亮 能令诸众生 离仇不忧欺 所以悲心才是 消灾免难超度 度众生的方法 所以老师说 我的师父才跟我说 我们出家人 你读了多少经典 你读了活学院 如果你没办法 让众生感受到 你的悲心 你讲经说法 你念经 你拜颤 是一种悲心 感受到 那就等于没有资格做菩萨 我师父一直给我强调 但是如需 如需长老真的是具足悲心 他的手叫都算免手 我们这些弟子都知道 有时候他去摸女生的手 你好 他们都喜欢 你师父怎么没有骨头 他的手摸不到骨头 叫都算免手 这个叫具足悲心 法证长老的手 手指头超过我一半 生生世世劝人 吃树放生 我也是他劝的 吃树放生 那时候我接受吃树 还没有接受放生 他这个手天天在抄写 普门品法华经 具足悲心 他自然就有这种像 这种像令众生皈依 所以如果你能够具足悲心 你都不用讲话 就像月亮造的黑暗的世间 众生一看到 马上就脱离恐怖忧愁 事故于悲心 必尽长清静 所以各位要 要永不离悲心 无论在什么状态 不要为自己想 为自己想你干嘛欺负我 我怎么没得到我的 为对方想 为对方想 就像我说我们早上 哦 仁波切要来了 怎么排 怎么排 几点做什么 怎么方便 各位要具足悲心去想 怎么样可以让大家得到 每个人都得到 什么样的利益 各位要开始想 你不能说 我来参加法会 我就找一个 我喜欢的位置坐着 其他我不管 等一下要分水 那这个就是白修了 所以我们希望法会 有更多的总干事 更多的义工 更多的能够把法会现场 做得更庄严的 我一直不放弃这个工作 我永远如何让法会可以加分 想办法 在几点几分做什么 我知道我这个时间讲这个 各位会睡一半 正好睡 睡饱了再说 但是在法会睡觉一醒来 精神多好 像打坐一样 所以 但是随缘 只要大家快乐就好 所以 但是无论如何 各位要一直去想 如何让对方更舒服 所以我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 那个快往生临命中了 断不了气很痛苦了 我练一练就再见了 放下了 所以说 空气都不用吃油 至少要有这一套功夫 我想就像一个小孩在哭 你姐给他握握手 安护一下 他就呦呦睡着了 不哭了 至少他内心平静了 但是如果愿意听课的人 他没有睡觉 他就听到心里面去了 要么就两种 一种睡着了 一种听到心里面去了 至少不会起烦恼 那这个是什么力量 那叫悲心的力量 真爱的力量 所以我在这边千交代万交代 我们这个团体故意取名叫 慈悲自业 我们这个生命电视台叫 生命的关心 所以我很想把电视台的名字 直接改成慈悲电视台 所以那是用什么名号 慈悲不行了 就大悲电视台 那这不行就干录电视台 因为现在生命电视台 好像在送中的一样 走到哪里都生命事业 生命事业 我都拍谁拍谁 所以有一次我拿名片 生命电视台 你们有在办临终 天天办 早办晚办天天办 我们那边都是超度排位 但是他没有问要不要钱而已 他是已经被列为那一派的了 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是为了慈悲 所以再讲一次 大家决心作为一个 永不退转大悲心的人 好不好 大丈夫 这是生命最大的快乐 第五 若人离出旷 以悲心庄严 是美梁福田 名称普周辩 由悲心普姿 诸根无垢染 诸清净正见 去菩提不远 经文好不好 太美了 佛陀实在是太圆满 翻译的祖师真是佩服 佩服 所以世间的所有的语言文字 什么小说 什么经典 世间没有比经典更美的 而且不但是文字美 它是诠释了人性的美 众生最美的那一份 所以他说 如果一个人离开粗犷 粗犷就是 没有修饰 讲话出路 行为出路 离开这样子 何以悲心庄严 自己不是以钱财名位地位 出家人没有钱 每天穿着同样的衣服 但是悲心庄严 最漂亮 可以说 一个最美的心 最美的外表 悲心庄严 世民梁福田 那谁 你 谁跟你在一起 谁跟你做事 你就会让对方发财一样 因为你是最好的福田 就像我们供养生重 我们就认为生重是人田福田 特别他们修菩提金 哎呀 真的是我们最好的福田 所以世民梁福田 名称 普周片 让大家都称赞你 让大家都讲你好话 所以修行要修到美名传播 就是要慈悸 要慈悲 别人赞叹你 由悲心普知 因为这个悲心普遍的滋润 所以你的外表 你连一根头发 看起来都好慈悲 猪根 无够染 看起来就很舒服 各位 皮肤漂亮不漂亮 牙齿漂亮不漂亮 眼睫毛漂亮不漂亮 要装一点假的 很虚伪 眼神也要壮严 皮肤漂亮